容祖兒經常會和圈中好友一起去旅行 祖兒透露剛剛從日本回來 不過這次就是一個人去 為什麼不遇上男友劉浩龍呢 其實是去年一年尾 突然之間有一天工作很累很累 然後好像電已經去到差不多零了 我就突然見到我朋友去了一間酒店很美 我就立刻問他在哪裡 然後他就告訴我 在日本的郊區 二話不算我就上網訂了 其實在那一刻 我都沒想過要跟誰去 或者怎樣 我就跟自己說 怎樣都要去這裏 但是想來想去 我都想不到一些很適合的人選 跟我一起去 最後就自己去 祖兒還說在當地被外國人搭散 由華巧遇黃遠之令他很開心 而講到張敬軒最近開法國餐廳 祖兒都急不及待要去試吃 有沒有機會試一下菜 有啊 已經安排了時間了 對 安排了 有沒有看到他做老闆 有沒有想到去看 沒有啊 他做老闆是一個非常好的材料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是很專注 還有很有愛在裏面 很熱情的 他可以把他的餐廳報紙得 和他的家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真的很愛那件事 我很替他高興 他找到一件他的興趣 做得這麼好 我也都相信是會非常成功 那我自己就在這方面 還沒有這個打算 反而我覺得不如寫一下 因為我覺得透過文字去表達自己的感想 然後找到很多共鳴 還有很多觀眾 或者在文字上的讀者 一些的feedback是很有趣的